我们今天学了狂几经事 可以讲又破天荒了 我们说股运很重要 但比这更重要的就是它前面的背景 最底下是今年七季 我们明天再说 这个股 它在这个期间 是2013年到23年 这个期间股是腐朽 是整治 内患 我们想想这十年是不是这样 13年 博博占领了高地 然后 顶是1984年 到2043 未来的 我没法算 从前面倒 1984年 是加四年 那60年一循环 非常重要 这一年 你说在之前76年就开始改革吗 但是真正到这一年 才真正 深圳上海 开放了 这个城市 各方面 全方位 开放 中华 第一大国 科教文威 体育经济 什么什么 顶 顶租中原 这个时候 然后 更早的 后华 其实这个华 跟这个事也能对应上 我们来不及说 1744年 到 2013年 还是从前面倒 1744年 是一件小事 因为 旅双建兵 我们要 建为之助 江友人 西方的传教士 来到中国 仔细听 他带来了 不光是 这个教 还有 这个日新说 以及开普勒定律 什么这个 地球 这个一些图 就告诉你 这个地球 不是中心 你中国 也不是中心 我们都在地球上 中华 国际 文化 一统 一直到 20 2013年 看看 是不是这样 文化 就是以文来化 用思想 也即使没有统一政权 但是 到时候 全都叫中国人 一统 差不多 统一到差不多就好 然后 在上面 这个是 大过 我们 这个就 更大的背景 大过 很难过 常人难过 就是一直到 2103年 这个节 公元前 自57年 就开始 这是世界民族 中外民族 大融合 我们讲 公元前 57年 那年 匈奴分裂 然后 跟汉上 汉武帝 才有机会 打扮 这是民族的 一次大融合 那 当然 在此之前 也有 但是 那个 前后也不久 春秋战国 离这个 也就是 一个窑的 一个挂的 一个窑 乘上其下 所以我们 就这样去论断 再往上看 就更有意思了 公元前 2217年 到 前57年 这是第一段 这是舞会的第一段 我们讲舞会 谁来了 夏朝 建立 也就是姚顺宇 那个时期 现在在第二段 就大概 考古巨查 就是这个手 那再往前 就更麻烦了 他就不是 挂了 单纯的 12个 生肖 自处于某 陈苏 为深有学害 那舞之前呢 就到舞 这个 129000年 已经走了一半 再往前 就是 一万多年 一万零八百年 一刀了 在这个时候 据考古 华虚式出现 那我们就不相信 西方那一套了 什么 不按他们那个 旧时期 新时期了 他们相传人类 多少 这个万年 几百万年 我们不以那个为准 最早就到了 六万 七千 一万 一十一 我们还是 宁愿相信 天开与子 地皮与丑 人生于银 那个时候才叫人 之前呢 就叫猴 人生于银 人生于银 人生于银